男人抠下自己的眼珠放进嘴里 像吃鸡肉一样 嘎嘣嘎嘣地咬了起来 下一秒 他的额头就浮现出一颗金色的轮回眼 在穿过一道金色的大门后 蒲氏彻底脱胎晃骨变身成了一只鸟人 就连自来也的乱狮子发之树 跟黄泉爪都奈何不得 眼看伯仁就要命丧毒爪 佐助及时赶到 当即施展家具土命女蒲氏打了起来 可他依旧不是蒲氏的对手 为了加快名人体内九尾查克拉的外血 队友寄天法力无边 明人当即暴走 用尾兽外衣搓出紫色的螺旋丸 对蒲氏展开了狂轰滥炸 虽然威力巨大 但这股力量却是把双刃剪 此时的九尾正在蚕食明人的身体 这样下去明人迟早会战死 伯仁一听立马冲了上去 想用爱来感化明人 靠着祖传嘴盾竟然真的唤醒了明人的意识 两人联手搓出了一发巨型螺旋丸 蒲氏健壮也凝聚出了一个更为强大的能量球 佐助也施展麒麟给蒲氏来了个全身新的电量 最后由明人俩父子的太极螺旋丸收尾 直接把蒲氏打得冲阔营销 在天空来了玻鸟人丧花 大桶木桃室的危机就此解除 佐助跟伯仁也该返回自己的时空了 谁知这时 小鹰突然找上门来 询问佐助有关纸条的事情 好在自来也及时给他打掩护 说他俩都是自己亲热天堂的狂热粉 所以特地假扮成卖一人来牧业调查 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人合适 写着佐助名字的纸条也是其中之一 要是换成以前的佐助 哪怕摧毁木叶都不会承认 可现在为了骗小鹰 只能厚着脸皮承认了自来也的说法 这样能屈能伸的佐助 却因此受到了妻子的嫌弃 走之前明人还送了代礼物给伯仁 而自来也也让佐助帮他们消除这几天的记忆 毕竟小说的结局留到最后看才最吸引人 为了不再有扰乱时空的可能 佐助将王八留在了时空裂系里 而他们则顺利地返回了自己的时空 在那之后 佐助向明人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至于小明人送的那袋礼物 自然是历久弥乡的过期拉面 父子俩坐在一起品尝这份跨越了十多年的礼物 没过多久 木叶又迎来了新的危机 最近出现了一伙明教和强盗团的组织 他们的首领郑城寺能使用是分身 不仅能复制被杀制人的外貌甚至还有记忆 为了弄清楚这伙人的企图 明人加强了对村子的警戒 因为火之国的大明要来村里视察 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天斗 天斗从小就非常崇拜忍者 平时还喜欢收集一种叫机人的卡牌 他来牧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扫光这里所有的机人卡 因为他只差最后一张就能集齐全部的卡 谁知他要的那张 竟然是博人气质如碧履的名人 虽然是超稀有的SSR 但博人已经有好多张了 于是把多余的爹送给严布跟景镇 谁知在他走后 天斗就带着管家来这里买卡 恰好看到了严布手里的名人当即就想买下 价钱随便开 就是这么的有钱 就是这么的任性 可严布是名人的铁杆粉丝说什么也不卖 于是天斗只好恶心他们 无论严布等人走到哪里 他就提前一步将他们要买的东西统统买断 这可把严布惹急 刚要动手揍他 就被路过的博人阻止 他用祖传嘴顿恶心了天斗 说自己有五张名人 就算撕了也不卖给他 本以为就此扳回一局 谁知天斗立刻找到木叶丸 指明道姓的要博人担任自己的保镖 博人自然是极不情愿的 但奈何天斗给的实在太多 就这样 博人不但成了天斗的贴身保镖 还要满足他各种无理要求 博人本想用色诱数整下天斗 谁知对方压根就不吃这套 说自己喜欢清纯型的 这种性感型的成天在家 进进出出早就看你了 随后炫耀起了自己收集到的 各种稀有机人卡 就连博人最想要的那张也有 天斗健壮很大方的 就要把那张卡送给博人 前提是博人得教他使用忍数 就这样 博人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徒弟 本想趁机让对方吃点苦头 知难而退 谁知天斗却表现出了极强的毅力 从最开始只能人体描边 到慢慢的能蹭到木板 再到最后真的击中把心 而在天斗拼命练习的过程中 博人从管家纳得知了天斗的悲惨经历 由于大明太忙没时间陪自己的儿子 于是在他生日时 送了张没有额度的黑卡当礼物 但天斗真正想要的是父亲的关心 于是他开始收集机人卡打比赛 想要获得冠军来赢得父亲的关注 这与当初的博人极其相似 两人因此敞开心扉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博人也决定将名人的卡牌送给天斗 作为他击中把心的奖励 而在另一边 管家却遭遇了和强盗团的袭击 被调换了身份 他们的目标正是天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